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Excel的基本操作 何谓表格 在结果工作板你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表格 像这样的一个表格 那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表格 你玩一下把它框起来的话 你会看到这边 这里看不到什么 你刚才点下去就知道了 表格3 表格3就是在框这个资料 框这个表格的资料 那实际上这个表格是怎么讲呢 它可以有一些功能 可以第一个它有自动美化功能 第二个它可以更新公式 第三个自动更新参照 第四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那怎么意思呢 我来做一下说明 我们到范例这边来说明 第一个你要让它变成表格 这个不叫表格 这个只是一个范围 资料范围 但是我们很多人习惯都叫它表格 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表格啊 但是对Excel来讲它不叫表格 因为你必须要透过插入 表格 这个在Excel它才承认 这叫表格 那首先它会问你表格的资料来源 A3到H12 A3到H12 没有错 有没有标题 有 第三列是标题 有没有 OK 确定 确定完后它就自动帮你做格式 可是这个格式呢 不是你要的哈 你可以把它框起来干嘛 表格设计这边呢 你可以自己干嘛 选择你要哪一种格式 这边有很多格式 有没有 可以让你挑的 可以让你挑的 看你要哪一种 哪一种格式 它都可以让你挑 然后第二个呢 你要注意到哈 因为这个是字型的问题哈 你的颜色上面 你跟它设的不一样 还不看到 它底色可以这样子复原 字的颜色 你还是可以改的哈 只是看你哈 因为你原来设定的一些东西造成的 那我们称它为这个什么 表格 那注意到它有没有美化 有 因为干嘛 它有表格设计 这边可以美化它 你可以自己设 你看到哪一种格式 它都可以做出来给你看 有没有 所以好 第一种 没有问题点 第二个 自动更新公式 什么叫自动更新公式 举个例子说明 假设键我在后面按一个TAB键 它又现在一列哈 注意到我这边写一个G00001 叫做谁 这个人叫做刘 刘备 然后呢 它是属于什么 男生 然后它的到值2021年的1月1号 它马上注意到 来 旁边这个公司自动就干嘛 把这个格子套上上面的公司 再带下来 算出来说干嘛 这个人的年制是多少 三年 那我假设我都当成他是高雄分公司总务部 他不是总经理 你看太厉害了 马上把他当总经理 我说他不是总经理 他是一个什么 支援 有没有 特别注意到 那这个就是在干嘛 就在跟你讲说 当你的表格里面 某些欄里面是有公式的 他会自动干嘛 在你新增资料时 自动把公式干嘛 带进来 带进来 然后再来什么叫更新参照 就在这里 假设我要统计各个部门的平均年支 我们一般来讲就会用什么 等号 AVERAGEIF 这是函数 那范围呢 我范围叫统计什么 这里 财务部这个范围有没有 那注意到我框石他去写 这是第一个表格 他的部门别这个栏位 然后呢 我要干嘛 逗点 我要去准则 准则是隔壁这个什么 这一次储存格 有没有 好 在逗点 我的平均资料的范围 要做计算平均资料范围 就是年支 我框起来时 他有没有写一个表格一年支 有没有 好 右括号 ENTER 他就会把你干嘛算出来 财务部的平均年支多少年 29 那我要点两下 会计部 会计部 会计部一个 21 业务部四个 业务部有四个 平均年支多少 12.5 有没有 然后总务部有三个 平均年支 平均年支呢 13.33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刚刚 他自动算出来的 那假设我今天又来了 我再按一个TAB键 注意到 我又加一个人 叫做什么 F00001 多了哈 然后呢 我可能他会 这个不好意思哈 大家可能 关于 然后呢 我的2018年的 12月31号进公司 有没有 他就算出他年支 几年 5年 然后呢 我可以把它说 他是属于什么 譬如说我一样是选 高雄分公司 我把它改成是 会计部 然后呢 我要写副理 好 算完以后呢 你会放在问题点 这边有没有什么变化 来 看一下你的这一个 会计部 会计部有没有 这里 21对 5 26等于是干嘛 13 原来他的年支是21 平均年支21 因为加了一个新的人 年支马上就干嘛 又变动了哈 所以你不需要干嘛 去管 重新写公司哈 重新写公司 但是以前的做法是什么 以前做法不是这样做法 以前做法都是什么 这一个就是什么 G4 冒号 G14 然后呢 G4 没有问题点 然后后面这一个呢 又来一个 干嘛 年支 年支是ABCDE E4冒号 E14 有没有 变成用这种方式 但是这个有缺点 缺点在哪个地方 缺点在于 当你有增加1比10 14 它不会变动哈 它不会跟着变 所以 最方便就是这个哈 它可以自动更新参照 这样子 好 没有问题以后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交叉分析筛选系 这个是为了简报用的哈 我先把这个 树纽分析把它干嘛 旁边这一个 我没有点到哈 把筛选这个按钮去掉 去掉 然后我们来讲上面这个东西 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在表格设计这边 有哈 交叉分析筛选器点一下 我可以跟他讲 我要用什么来分析 我譬如说我要用直位 确定 然后把这个直位注意到哈 它要几栏 一栏有没有 宽度高度有没有 都设了 我可以给它改成干嘛 拉宽 拉长 有没有看到 它就会变成干嘛 你注意到哈 它这里来的哈 它还是这样 拉长 有没有看到 栏位 但是你要注意到你现在有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 那我改成七栏 七栏 七栏 好 那这时候我就把它干嘛调小了 调小 然后再放上来哈 你就可以把它放上来 或者你放下面好 我用放下面让你看得比较清楚哈 有没有 放下面来 这样子你看得很清楚啊 这里 那这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筛选东西用的 比如我点组长 组长 组长 只剩下组长的记录 我点职员 只剩下职员的记录 我点乡里 只剩下乡里的记录 甚至我点主任 有没有很方便 第二个哈 重点来了 我也可以复选哈 这边有一个允许复选哈 ALT加S哈 就这样你点下去或者 或者按快速键ALT加S 你可以复选 又要看到主任 又要看乡里 又要看副里 我要主任去掉 有没有 乡里跟副里都出来了 他可以复选 也可以单选 非常方便 非常好用啊 所以 这一个表格来讲 它是很强的一个表格 同时呢 注意到哈 你刚刚第15列是空白的哈 它可以在表格的地方干嘛 再增加一个功能 我把它点进去哈 注意到 表格设计里面 它可以增加一个东西 叫什么 合计列 你就看到有没有看到 最下面有一个合计列了 有没有 你这边就可以干嘛 点一下 你可以先要算什么东西 加总 还是要算个数 有没有 项目个数 有没有 这些都可以让你选哈 技术 几一个 我假设了 我把它去掉哈 没有设条件 你注意到哈 你的第15 他会跟你讲几个人 11个人 有没有 11个人 年支的加总是多少 我要点一下加总 174年 有没有 所以你要注意到哈 他可以帮你去做什么 运算哈 运算 你要知道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要计数 其他的大概都只能计数哈 因为你是文字的 有没有 他就要帮你计数 哦 这里非常非常的好用 哦 你也可以干嘛 改成选最大值最小值都有啦 他其他人要有最大值最小值 他都可以选 哦 所以很方便 而且呢 当你筛选的时候 他会重新再算一次 有没有看到 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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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注意到咯 这边我一样可以选平均值 他就跟你讲 13 有没有 哦 也可以跟你讲最大值29 最小值变成3 有没有 很方便 所以 这个在 台湾比较少人 会说 其他的名词 可是呢 基本上 如果说你在大陆 在大陆的话 他会把这个称之为叫做 超级表格 哦 超级表格 所以观家你有去看习惯看大陆的那个教学影片时 就会发现到 他们谈这个叫做超级表格 很多名词跟我们不一样 我给你拍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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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